老师,各位同学,大家好。 我是五年乐班许定先生。 今天我要演说的主题是, 我最难忘的一件事。 我最难忘的一件事。 今年暑假里的某一天, 我们全家要去意大游乐世界玩。 第一道的位置在高雄, 所以要开车去意大, 就要在车厢中正好几个小时。 坐在车厢中正好几个小时。 坐在车厢中正的时间, 我和弟弟一直找不到事情做。 我们好不容易熬过河无聊的三个小时。 我们要达到的目的地, 第一道好放饭店。 因为我和弟弟开心的方式, 我们兴奋的下行你。 穿过河无聊。 其料饭店有服务人, 我热闹的带我们到我们的房间。 房间里很热, 这样的厕所都很好。 以后我们到户外游乐器。 我就要买个水。 户外游乐器有很多种, 有暗活器, 有霸器, 有冰水器, 有料水器, 有华水器, 有户水器, 然后我们到户外游乐器就要摸我的吧。 只要游乐, 我们来吃饭店。 一走这么餐厅, 每樣東西都很豐富,進步都很好吃,我看那個,看那個,這邊夾,那邊夾,很快我的盤底上就還好一個食物,因為太好吃了,所以我吃得很好吃完之後,我就在餐廳裡面放完放去,我看到一個大碗,裡面長著一顆一顆的糖果,我吃完糖果,我們就快看電線講, 我們今天一大早,我們準備起餐,你看一大黃瓜館醬,你看起來我們買了一隻新的娃娃子,當作親眼,到了一大牛肉世界,我們自己正做的事情就是看一天就一次的漂亮,之後我們就開始,我們就在展望的信息,很快一個開心的下午就過去了, 你看起來我們去做摩天輪,這是我第一次做摩天輪,因為我一直以為摩天輪,講得很棒,這樣去想那個方向,沒想到,你踏進去上面,裡面很幸福,外面也很漂亮,沒想到只能扶不下來,之後我們就回來了, 這是我們來看,它夠了,它夠了,沒有要配備,它 因為它這個根不跟蹴,不是,它夠有力,是不夠, 我們下午就有一天,這是我一天吧,它夠關注的不容穩,